日本投降后,有11万日本女人留在东北,她们后来过得如何? 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 上世纪初期的日本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,特别是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后, 日本逐渐将触手从朝鲜伸进了东北,扶持东北军阀张作林,一步步加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。 九一八事变后,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,新华日军彻底占领东北, 而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对东北的控制,日本将大量的男女国民迁移到了我国东三省。 后来,这些所谓的开拓团开始不满足于日军给他们的资源, 急如日军的威慑力,以极低的价格半抢半买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取土地。 在日军占领东北的十余年间,东三省共有数百万农民失去耕地,流离失所, 甚至只能靠给自己的仇人,那些移民团打工种地才能勉强维持生活。 日本政府投降后,这些日本移民变得惶惶不可终日, 但我国出于大国风度和人道主义,并没有对其进行报复, 而是同意将这些日本人遣返回国。 由于日本在二战中耗尽了全部国力,国内也是名不聊生。 虽然为了战后重建,他们咬牙将滞留东北的日本青壮年接了回国, 但剩下的大批女性就顾不上了。 这些留在东北的日本女性大约有十万余人, 可以说当初他们响应政府股东,自愿移民来中国开拓, 本以为能成为人上人,现在却被自己国家视为累赘,直接抛弃。 当然,其中也有部分是自愿留在中国, 他们大多在当地已经成家,根本就没有回日本的想法。 这十万余日本女性先是被当时政府接管,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甄别教育, 随后便放弃自由。 起初,这些日本女人生活十分困难, 遭到了所有国人的排斥。 但善良是中国人民最大的特色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他们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中, 很多都嫁作人妇, 过上了平淡的日子。 即使在后来中日两国可以自由往来后, 回国的也很少。 其实这十余万日本女性选择留在东北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。 首先, 她们之所以当初自愿来到中国,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妇女在日本的地位较低, 即使回国了, 仍然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, 甚至为成为日本战后重建的牺牲品。 其次, 到东北来的大多是在日本国内无亲无故的孤家寡人, 对生活了十几年的东北反而更熟悉, 更感到亲切。 1959年, 日本政府正式颁布抛弃法令, 将这些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全部认定为阵亡, 并取消了他们的日本国籍。 这也让这些人十分寒心, 彻底融入了东北。 虽然按道理说, 这些女人也算是日本侵华的帮凶, 不应该被原谅, 但我国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大国, 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性, 我国的人民也展现出了自己的淳朴和善良。 虽然这些日本女人免不了遭受指指点点, 但至少不像在其他国家的战俘一样遭受虐待, 熬过了最初了一段时间后, 他们也基本都获得了中国国籍。 当然,日本侵华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一段国旨, 抗日战争更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精神源泉。 我们包容并蓄的目的, 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, 在未来取得更辉煌的成绩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 记得按赞, 订阅,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